今天的话我又给一个朋友看一下酒店风水 首先进来我发现这个顶上有奇葩的这个装修 做成一个回字口 回字口其实不是什么好口 尽量不要用 最好弄平整会比较些 这是坎坷的一个迹象 因为这个卫生间的话 我觉得如果有条件做个钢湿分离 这样会效果好一些 现在就缺乏钢湿分离 之前我一直跟大家说钢湿分离其实是很重要 再进来到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吊顶 又犯了我刚才所说的一个问题 这个有点画是颠角 这个吊顶 最好平平的 正规的就一小层 不要太高 它这个弄成一个台阶形 这个让人感觉像是被一个网罩 我们也叫天罗地网上 这个我们再看到它这个电线是外漏的 在风水里面这个电线外漏呢 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包括这 这个电线外漏代表的是清津外漏 这个特别不利 还有最严重的是那边有一些葫芦 作为一个酒店的一个形象的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及时处理 另外这个吊顶我觉得可以稍微处理 感觉怪怪的就是像一个网罩着你一样 然后这里的话就感觉明显着 这个一条大梁就压到了这个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凉压床 睡在这里你会有非常感觉就压力大 然后又被这个网罩 又被这个凉压着 就容易破财 我们再看到这 这又出现一个奇葩一幕 这个是吊顶 弄得堪堪可可 坑坑哇哇 就是说明你住在这种酒店 容易被坑容易被骗 这种就是坑哇坎坑的一个情况 老板如果看到 不要说我说这个容易被骗 真的是你看这个又出现一些剥落 所以在风水里面 像这一块我建议它改的话 就是直接铺平做一个吊顶 里面的话 弄成现在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吊顶形式 然后该遮的遮也不要漏在外面 然后我们再看到 像这个桌子的话 就太太小了一点 这种桌子 只不一个人坐 我感觉就是 这个房间就是桌子太小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窗头 这个窗头 颜色 太大了 门为口 这个窗为眼 这个眼睛 吹不动 这个视野看 虽然外面有大美风景 但是我出也出不去 对不对 这时候就被卡在这 就是我的前途受罪 然后上面又是被坑 然后我来到这的时候 我就听到下面的那个电膏在嗡嗡的响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深煞又出现了 还是把门关上吧 又卡住了 光纱还稍微好一点 所以落地窗它也它的好处 就是隔身上这块好一点 我们要往外看一下 就是其实整个风景视野的话还是不错的 下面虽然有一些放剪刀杀 但是整体并不影响 我觉得就风水其实就是做一些吊顶杆上 还是比较不错的 整个隔击的话四平八稳 不要弄这些坑坑洼洼的对吧 这个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酒店风水的感灶 虽然说是有些小的感灶 它是很多标准的酒店就是一点一点的往上 像五星级酒店它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它请三到五位风水师去看 所以这个就把所有的问题靠住来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些酒店一些风水问题的话 像这些细节的这些茅次太多了 对吧 我就建议它改 它改完之后它觉得 诸富体验非常好了 对吧 那当然它就会接受下一步 就干新酒店的时候 就会可能会提前叫我去帮它看一下 真的是咱们这个朋友的一个酒店的改造 说到这儿的话 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店改造就到这儿 喜欢的记得点点关注